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福奇表示 美国迫切需要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来最终控制新冠疫情 当地时间27号 福奇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 对美国莫德纳公司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时谨慎乐观态度 福奇说新冠疫苗试验不会走捷径 不会在安全性上妥协 福奇表示 莫德纳公司的候选新冠疫苗早期临床试验呈现理想结果 试验显示疫苗是安全的 并可以产生免疫应答 福奇还表示 新冠疫苗试验不会走任何捷径 不会在安全性上妥协 我认为不在安全性上妥协